这是1943年,宋美玲访美时,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埃利诺在白宫前的合影。 1943年,抗日战争正处于最艰难的时期,国民党的军队在第一线的战斗往往都以失败告终。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,为了扭转局面,宋美玲作为中华民国的第一夫人,开启了对美国的访问。 当时的美国有不少对中国抗战既同情心的民众,他们对这位来自东方国家第一夫人的到来,表示了极大的热情。 当地的华人华侨更是家道欢迎,在抗日期间,美国华人华侨大多主张抗击侵略者,美国当地的爱国民众更是踊跃捐资捐款。 宋美玲在美国国会发表了20分钟的演说,她以美国南方口音的英语,把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情况介绍给美国政府和人民,这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国会演讲之一。 也是第二位女性登上了这个讲坛,她的演讲得到了在场全体成员的起立鼓掌。 宋美玲也凭借这场精彩的演讲,争论的演讲。